老闆 你们这每天大概能卖多少包子 十多 两千多个 两千多个 Hello 大家好 我是怎么吃都吃得很像的长毛 我现在又发现了一只神奇的一家包子的货品 他们家的包子是鱼子馅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鱼子馅的 下面就跟着长毛一起去看一看吧 鱼子馅的包子多少钱一个老板 5块 5块钱一个 他们家还有胡辣汤 还有驴肉馅的呢 虾仁也有 好大 他这个包子很大 哪个是鱼子馅的 从152的最大的一个 哪个最大 是这种形状的 最特大 这样的形状的 是吗 嗯 这个可以 这是哪里的特色呀 咱本店特色 不是我说这个包子是哪里的 几宁特色 几宁的鱼子馅的 什么鱼的呀 鱼子馅的 鲑鱼 肯鱼 蜂子 你们家特色就鱼子 我看一下 排骨馅的 排骨馅的 那个是喝汤就这个吃是吗 对 对 来一个鱼子馅的 有点狠 5块钱一个大包子 大哥你们这家店开了有多久了 20年 20年了 开了有20年了 就是卖的最好的就是鱼子馅的吗 都卖的好 还有拔鱼馅的呢 这个上面也没写鱼子馅的 有鲜鱼子大包 马峰菜包是什么馅的 马峰菜我还没吃过呢 还有驴肉的我的天 好豪华 还有驴肉的 有牛肉羊肉驴肉 啥馅都有没有 我第一次听说有鱼子包的 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你们家这油条多少钱 1块钱 这么长 他们家还有后院呢 哇塞 坐在这个院子里面吃了 药还挺大的 这粥都已经卖煤了 你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大哥 中午两点钟就没有了 配的是韭菜 这个是胡辣汤 胡辣汤 胡辣汤是河南的吧 对 他们家包子应该算是几年最贵的吧 那个价格 最好最贵的 刚才都买了一个鱼子包 我要找一家那个 豆腐脑店 然后后面这家好像还不错哦 叫做老陈家豆腐脑 下面就跟他们一起去尝尝吧 走 还是山东名吃呢 这个 这家豆腐脑也是这样的一个扁排 老板你们家豆腐脑哪个是最有特色的 金汤是什么汤呀 我要一碗麻汁了 这个是一家连锁店 总部在济南的一个麻汁 麻汁豆腐脑 这碗豆腐脑是三块 这个包子就卖五块钱 是一个鱼子的 这个豆腐脑上面有韭菜花和豆腐乳 麻酱味的豆腐脑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我刚才买了这个天价包的 也不算天价包 我五块钱一个鱼子虾 反正我这个豆腐脑 哇很好喝啊 就是那个吃麻酱里面有蒜泥的那个豆腐脑味的 有蒜泥 对有里面放的有蒜 然后有韭菜花有豆腐乳 就像吃蒜泥肉的那个 那个小碟麻料的那个味道 那这个大包子是刚才买的那个鱼子馅的 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包子 这么大一个 我都不知道怎么掰掉的 哇塞 看那个馅 鱼子和青椒吧 鱼子和青椒馅的包子 比较咖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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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吃 哎小时候好像说吃鱼子就不会熟醋了 好有创意啊 把鱼子包到包子里面 味道还挺特别的 这个辣椒比较 比较辣还是挺呛的 配上这个鱼子 我们那边有那个全鱼艳的鱼子都吃 第一次吃鱼子下的包子 很香很香这个芝麻酱的香味 三块钱一碗很爽很好喝 里面配的韭菜花还有一些小香菇 里面有蒜汁 好像有这个胡萝卜这个末 味道很独特 这个小哥哥他们家豆腐老是怎么样 嗯 这个韭菜花跟花鸟 味有点大 韭菜花和麻酱味比较大 好不好喝呀 好喝的 挺好喝 是比较符合济宁人的那个口味吗 原来我口味都加多了 我妈子的地方 没喝过加韭菜花了哈 嗯 有点气泡一样的 我门就喝起来就比较衰 因为它没有啥子不小 嗯 那结果就弄一点 相饭一点 嗯 这顿早餐也是非常的特别 很推荐啊 好了本期探店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大家关注长毛探店 喜欢的请帮我订论转发 收藏 谢谢 我们本期探店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小狗 小狗 快到大小要吃了 来 不够 你 看 小狗